談談第二隻股份,看看值不值得 Kathryn就問19號 我們今天這些股區界,提古A 她說走勢怎樣看呢? 她說會繼續有上升空間,可以在什麼位置買呢? 走勢是OK的,但我真的想不到這些位置出手 我覺得業績上是OK的 但業績由46、47元這些位置這樣衝上來 這麼多枝羊竹,都是一直以來業績而已 這些位置追,那穿10天線是怎樣的 所以如果這個部署策略上我們說短線,看圖表 圖表就是一個典型的多頭排列 但問題是,通常是黃金交叉法的那段時間才買 所以你在業績前一早猜到業績 這些就貓跑來的 我們都不是這樣想 但問題是出完業績之後,如果你有興趣買 我覺得是OK的,是正確的 你追,追到了,這些位置就放下資料 但相反地你在業績衝上來的時候 別人一旦有什麼獲利回套 一旦市況氣氛轉差 那些東西要追沽 那很尷尬的 這些位置穿10天線 其實幾強勢的股份穿10天線又可以 20天線,5元問題 但問題就是,你簡單短線的高追 所以問題就是,如果這一刻做部署 不知道還是指示為甚麼 如果你是拿20天線,51元做指示 5元,無端端輸一成 看多少,可能60元左右 這些就叫做直播率不吸引 所以如果你是短線的話 沒辦法,你唯有用10天線這些水平 以收市價計 你講這段時間,你沒試過收市收在10天線的樓下 如果收在10天線的樓下,就投降走 所以這些只能夠斷炒 暫時來說,你如果短炒的話 用一個偷表就是,不要收市收在10天線樓下 你至於看甚麼就,破金位 現在說下一個載率位,60元左右的位置 就好了嗎? 嗯